中共政治黑手在海外骚扰法轮功学员的丑闻再添一撞 星期天,13名台湾法轮功学员到越南河内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 却遭到当地公安的监视和骚扰,甚至想挟持整辆人车 台湾外交部透露,事件牵扯越共政府高层,不排除中共介入因素 台湾13名法轮功学员从越南惊魂中平安返台 说明当地公安如何企图人车加持 嘴巴说是要检查车辆 但是当我的那个驾驶,他一把证件掏出来之后 我看着他,直接把这件就把他口袋 他这个后面的口袋,屁股后面的口袋就直接塞进去 塞进去之后,就和令我们的朋友驾驶下车 挤到后面的驾驶座 让他自己静置跳上的驾驶座,眼看着他就要开车开走了 所以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人车下持 索性后来学员夺下钥匙,迅速下车脱困 对此,驻越南台北经文处表达高度关切 一位外教官表示,事件牵涉越共政府高层 台湾法文工学员的通讯早被秘密监听 不否认中共黑手幕后操纵 中共对法文工在中国大陆的学员迫害是违反他自己的法律 跟违反他自己签订的国际的人群公约 这个部分我希望越南的政府越南情况能够了解这个真相 不要再受到负责 台湾法文大法学会理事长表示,感谢台湾外交单位协助 更希望越南方面了解真相 最了解,之前就发生多起越共受中共指示 骚扰拘捕法文工学员的事件 这次越共政府还派数十名公安 强行中断法文工学员集会 一位同行的80岁学员,则在入境时就被无理前返回台 新唐亚太电视管喜盛,陈美生,台湾桃园报导